欢迎收看今天的洪流洞见 我是洪淑芬 在世界洪流中带你一起洞见未来 在今天我们要洞见的是国民党的未来 国民党未来的改革 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宋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教授 老师好 淑芬好 各位网路上的朋友 电视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好老师在上完这一集之后 下一次的来上我们洪流洞见呢 不知道老师的身份会不会有所改变了 因为在9月25号 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呢 就要投票了 所以呢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这一个礼拜以后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好我们就拭目以待 不过我们要先来看一看了 因为呢 这个礼拜对老师来讲 是有很多的波折 因为包含了选 党主席选到一半 突然被送进考纪会这件事情 让大家整个渲染大波 也觉得不可思议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一个原因大家归纳 有可能就是因为 老师的民调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呢 引起了其他的候选人的担忧 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一份民调 我们的民调呢 分的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国民党内部所传出来的民调 那这一份民调呢 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支持度一个是看好度 我们主要是要来看支持度的部分 支持度呢 它又分了时间序上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8月9号 朱立伦参选之后的民调 接下来是8月23号 正式登记之后第二波的民调 然后最近一次的民调是在9月8号 也就是呢 辩论会之后的民调 这从这一份的民调上来看呢 朱立伦本来在8月9号 宣布要参选的时候 他的民调是非常高的 高达32% 在8月23号呢 正式登记之后呢 江启臣迎头赶上来 也到了30% 但是重点来了 就在9月8号的辩论会之后 四位的候选人排排站 各自的论述 各自的辩论之后呢 张亚中教授的民调 串升起来 看到张亚中教授的民调 本来呢是4.8而已 但是呢一路往上的串 而且创征的非常的高 到了9月8号之后 他的民调已经到了23.4% 不过这个时候 江启臣的民调还是有27.6% 好我们看到这是呢 国民党的内部民调 在支持度的部分 那看好度的部分呢 目前 还是呢 以这个江启臣的看好度 对不起 是以朱立伦的看好度呢 还是最好的 好除了国民党内部的民调之外呢 另外还有两份外部的媒体民调 可以来做参考 一个就是苹果 苹果的民调 他写的是 如果我是国民党员 支持谁呢 朱立伦37.3% 张亚中37.5%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 张亚中教授 他的支持度呢 是略高于朱立伦的 好那另外还有一部分是 如果不是党员的话 看好谁 张亚中获得非常高的一个支持度 几乎到了五成 另外还有一份是 TVS的民调 朱立伦呢是22% 张亚中47% 这个是在政见会之后 网路上的民调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高 好老师你觉得 为什么你的民调 会从本来的 4.8% 一下子篡升到现在 49% 47% 这么的高 我觉得可能就是 大家如果听到我的讲话 认识了我的主张以后 我觉得都会希望说 中国国民党有一个改变 从这民调你可以看出来 如果用苹果的民调来看的话呢 我是国民党党员 我的支持度只有37.5% 可是如果不是国民党员 但是看好的张亚中 有43.3% 这其实就表现出一个 巨大的一个不同 因为像江启成跟朱立伦 他们都是党内很优秀的同志 但是他们这次参选 基本上把目标锁定说 我可以代表中国国民党 赢得2022 或者赢得2024 那我所参选的目的说 我希望能够救国 救两岸 所以我来救这个党 所以救党 救国 救两岸 所以我在参选的时候 包括一些证件说明会 或者一些平常的网路上 我很清楚地把台湾 以及两岸 现在碰到一些问题 跟大家做了一个报告 更重要的是 我把解决的方法 我也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所以绝大多数的很多人说 你国民党选什么党主席 其实他们不在意 可是当我谈的是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两岸 需要怎么解决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 让他们觉得 有一点心心相应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随着媒体 对我越来越的了解 包括我也上了很多的 网红的一些节目 他们越了解我以后 就觉得说张老师 也许在这个方面 是最适合作为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人选 其他几位呢 虽然很优秀 但是现在就对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这个人选来看 可能张老师 因为第一个 我有理念 我有论述 我应该算是非常有勇气 我敢于跟民进党去呛 而且呢 基本上用思想跟论述上 跟民进党做对决 那另外来讲 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呢 我又提出一些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的 可以看得到的 一些和平备忘录 也就是爱台湾的 和平备忘录 那我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我的参选呢 相较于以往 大家参选 好像讲一些比较空的话 或者运用一些组织的力量 吃饭啊 这种东西去进行选举 而我呢就是一个人 对不对 老师现在是读书一个 而且你是非常 利用各种机会 去论述自己的一个理想 以及你所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跟其他的 几位候选人是不太一样 对对因为你选上我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未来国民党 可能是什么样的发展 因为其他的两位 我刚刚讲也是非常优秀 但是他们已经做过了党主席 如果他们继续做下去的话 国民党大概还是顺着现有这种 所谓的路径依赖 还是现在现有的轨迹走下去 那对我来讲呢 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改变 那当开始刚开始议会啊 因为我人总是有些习惯嘛 就说所以很多的党员来讲 他们毕竟已经习惯了朱立伦 跟江启臣对不对 所以他们对于我是不习惯的 所以人在这个习惯过程中 自然会说哎 那我比较吸食江启臣跟朱立伦 可是随着媒体的越来 对我的报道越多 听我讲话越来越多次以后 他们原来对我的陌生 可以慢慢消除了 而且听他们所我的讲话 他们的疑虑开始慢慢消除以后 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非常值的一个变化 就是一个化学变化 就是原来是因为对不认识我 因为对不认识人总是有些陌生嘛 对张老师你为什么可以做的起来啊 那可是知道我认识我久以后 发现说我应该可以做的起来 所以这时候民调你感觉起来 认识我的越多就越支持我 反而越看认识我 他越不会投别人 而会坚定的支持我 所以我这段时间也到中南部走了非常多 你可以从跟他们的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你会发现说 他真的发生内心的 希望你能够当选 为什么 因为不是我的问题 他们真的希望中国国民党 或者中华民国 或者两岸关系 有一个崭新的一个面貌 所以那一种的焦虑 跟那一种的情感的投射 是我感觉起来 很多人希望国家要改变 两岸要改变 中国国民党也要改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民调 可以慢慢慢慢逐渐升高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因素 刚刚老师也讲到说 其他两位的候选人 朱立伦跟江启成 他们都曾经做过党主席 所以第一他们的行政资源也够 第二他们的行政的精力也够 他们在党内的人脉也很够 但是对于老师来说 这三个部分似乎都比较不足 这个部分 有人担心说 会不会你到时候 你当选的党主席之后 你扛不起这个党会变成说 强之弱中干是弱的 也就是说像现在的县市首长 蓝的部分呢 他们都很强 各自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对于党中央 如果你要去贯彻你的理想 要贯彻你的主张 这个部分会在将来遇到很大的困难 我觉得如果他们了解我的能力的话 应该不会有这种忧虑 我想第一个作为一个党主席 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说要把中国国民党 打造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政党 那你要受人尊敬的话 请问你的理念跟路线 是不是要非常的清晰 我在这一方面 我相信我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人选 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适合的 就是说一个党主席 可能真正的要做到无私 无私 因为我觉得无私是一个 要做到无私其实很难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我的条件 也让我必须做到无私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地方派系 我也没有家族企业 需要我当党主席照顾 所以对我来讲 你头发有点白了 但有人说张老师 你应该把头发染黑一点 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 我说恰恰可能不需要 一方面是我 这是我真正的自己 另外我也告诉各位 我今天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还愿意出来选 中国国民党主席 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我的利益 我真的是为了下一代 能够做一些事情 我要的就是改变 中国国民党做得更好 我这个白色的头发代表说 我其实人生也不会就是二三十年了 再过个再减一半 未来的身体不会很健康 这段时间真正所有的时间 就为中国国民党做奉献 我觉得就是非常清楚的 我也没有家族要从事政治 我的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了 我们今天不会在这个事情上 在为了家族利益 派系利益 所以我可以做到无事 我也必须要做到无事 我做到无事的情况下 孙中曾国藩讲过一句话 要办大事 必须要找人才 我今天愿意找最多的人才进来 我们国民党里面人才积极 我相信我也认识非常多的优秀 比如说像一个党主席 我可以找四五个 或者五六个副主席 来共同来帮我 在不同的纲位中 他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这有什么问题 当我们国民党的 整个对外的形象 是非常有理念的 上人尊敬的形象的时候 请问一下对于地方选举 是不是就简单比较好选了 老师我插话一下 就是说 在这场的选举之后 如果你当选的党主席 那另外其他的三位的候选人 你会 因为他们也是个人才 你会计前嫌 或者说 你会希望能够借用他们的专长 借用他们的才气 继续的使用他们吗 这是当然毫无疑问的 对不对 国民党我刚刚讲 人才积极 今天朱前主席 江前主席 甚至着前市长 他们都是人才 有不同的纲位中 他们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 我刚刚讲过 我做一个党主席 我在乎的是党的理念 党的路线 党的方向 我在乎的是提出问题 解决的方法 那我请问你 我要解决问题方法 我是不是要找人手 我当然需要找人手 那我做一个党主席 人方面 我只要张开我的心胸 我就可以找到适合的人 第二个 党的钱 我讲句不客气的话 只要也有理念 人家为什么不愿意捐钱给你 人家当然愿意捐钱给你 这个国民党 钱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解决 你想想看 在我的主张里面 我是两阶段的 救党救国 救两岸的主张 什么叫两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希望大家支持我 让我张亚中 在9月25号那天 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这样子我来替大家服务 把这个救党 救两岸的理念 可是我毕竟 只有一个人选上去 我会在党内找精英 可是还是不够啊 我的第二个阶段 我希望有30万的党员 30万的人 也许是曾经失联的党员 或者是现在 你看看说 我不是党员 但是你看好张亚中的 这些更多人 他们能够加入中国国民党 有30万人 再来重新中国国民党 是不是可以壮大 我们中国国民党 更大的力量 也可以让我的理念 能够更方便的去落实 那这个30万的党员 再加上我们对外海外的募款 国内的募款 我认为在钱财方面 我绝对可以做到 中国国民党 党公门你们不必在乎 甚至我会把 中国国民党打造什么 现在的地方党部 他们的经费 都是自己自筹的 地方党部的经费自筹 那代表什么意义 中央很多意志 就非常难以贯彻了 你有没有看过哪个部队 师长是中央发的 然后部旅长是自己去募款的 那这个战斗力一定减弱 所以我将来的目标 一定是地方党部的经费 由中央党部来负责 所以地方的党工不必担心 我们一定可以做到这些问题 所以在我来讲 我有理念 我有人才 我有论述 我有金钱 我怕什么 那你刚刚讲 有很多人说 你没有经验 那我请问一下 中国所有的开国元勋 他们都有经验吗 但是他们往往是 他们那个朝代里面 最英明的君主 对不对 开国元勋 像唐太宗 汉武帝 对不对 你说清朝的康熙 都是了不起的人 那你说我们的孙中山 在当临时大中央以前 他什么职位也没有做过 今天一个组织 你的经验 有的时候有好 有的时候不好 那我再问你 2016年 我们中国国民党 输了几百万票 2020年也输了几百万票 那个时候的党主席 不是很有经验吗 那为什么也输了呢 就是国民党 今天我们要按照这个路径 继续走下去的话 我们都不想改变的话 那我们可能最后的结果 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我有一个 另外一个人选 他提出了他的理念 更重要他提出的方法 他也是无私 更重要 我还是很有勇气的一个人 我是大概所有四个候选人里面 我唯一勇敢跟民党去呛的 包括前几天 我跟彭文正在上他的节目里面 有个非常好的对话 那彭文正的意识形态 跟我是不一样 可是我照样可以跟他对话 为了什么 为了打击这个蔡英文 这个假论文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所以说我如果张亚中当天党主席 我说第二天我们就来配合 我说我帮助彭文正 你们的团队 我中国国民党在海外的力量 有什么东西 我们愿意帮助你去揭发 假论文的事情 我一定做 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蔡英文的论文事情 现在已经不是个个人道德的问题 它可能牵涉到国安问题 它如果说今天是假论文 它将来520以后 它想怎么样 它会不会现在就出卖台湾的利益 你取得将来美国对它的保护 当一个事情变成国安问题的时候 请问一下我在野党要不要做 所以太多的事情 我张老师有足够的勇气 我有足够的这个作为论述 那我可以做到无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现在来讲 我应该比江前主席 朱前主席更适合 做这个党主席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不是为我个人 所以我刚刚讲 我参选这个党主席 从来就不是为了我个人 为了我家族 为了我的名 为了我的利 我参选就是一个奉献 就是我以前给你讲的个故事 鹦鹉救火的故事 我是一个不忍性 我像一个发大怨的 一个也许像是一个 像西行的一个人 我基本上我愿意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未来的生活 尽量奉献给 我所爱的国家 珍惜的两岸 我最希望就是两岸 不要发生战争 那所以说呢 那大家问我的青年政策是什么 那我就告诉你啊 我送给青年这个最大的一个礼物 就是我帮你们从池塘 帮你们带到了海洋 我帮你池塘带到了海洋 我给年轻人一个两岸的自由 和平开放的环境 让所有的年轻人可以在大海中遨游 让你们不要受到外面的鲨鱼 外面的阻拦 帮你们给堵住了 请问一下 这是我为我做的 还是为我年轻人做的 所以淑芬跟你讲 我在参选的所有的东西中 我提出的方案 严格来讲不是为我自己 也不是为了我的派系 我没有派系 也没有为我家族的利益 我念之在之的 就是为我们年轻人的未来 因为只有把两岸和平搞定了 我们台湾才有未来 所以国民党它是一个工具 就是我要救两岸 这是我的目标 可是我拿什么来救 在民主政治里面 我不能靠只靠学者写文章 我一定要有个杠杆 这个杠杆在民主政治 就是政党政治 所以我今天是因为 我要替国家做事情 我为两岸做事情 我才来选这个党主席 我不是为了 我要延续我个人的政治生命 我来选这个党主席 我也不是为了 要照顾我的地方派系 我来选这个党主席 我更不是为了 我家族的利益 在大陆的利益 我来选这个党主席 我参选的目的 就是我未来要做的事情 张教授的论述 其实是非常绵密 而且扎实 他从我们从六月份开始 六月初就开始上 洪流洞见的节目 那么包含谈到了 美中台的关系 包含了两岸分治之后 一个政治 另外还包含了 疫苗的政治学 也谈到了 两岸横平协议的备忘录 两岸的一个策略 同时也谈到了外交的策略 那么请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还要再更了解 张教授的话 那么也欢迎呢 回看我们之前的 前几次的洪流洞见的节目 那么就可以更加的理解 以及了解我们的张教授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来 那么也希望 祝福你在9月25号的选举成功 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 收看洪流洞见 请记得在看完之后呢 要在底下留言 然后按赞 同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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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